這些規例的措施 會不會考慮近日一些示威的情況這些因素呢 因為看到最近都開始有一些示威出來 去延長限聚令或者決定是否延長限聚令的時候 會不會考慮 即是接下來可能有人想組織一些示威活動呢 另外也想了解一下 關於郭榮鏗那裡 即是他沒有續任這個競爭時務委員會的成員 他想知道政府是不是現在採取的態度 就是當有一些議員或者反對的聲音出現了的時候 或者你們認為他是在議會拖延程序的時候 就不會再被他們擔任一些公職呢 那個考慮是怎樣的 謝謝 第一就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在這一刻就未決定也都未能夠公佈 就著我剛才說的幾條在條例之下的規例 到期的規例的情況 包括你問的應該是599G 即是禁止四人以上的群組聚集 在考慮延長或者不延長這些嚴控的措施 主要的因素我剛才說了 第一就是保障公共衛生 確保市民的健康 第二考慮一下這些措施 對於香港的經濟各行各業各方面的影響 第三就是市民可以承受的程度 包括他的心理健康 諸如此類 並沒有其他的因素 至於你說示威的行動 香港是一個非常之自由 也都尊重別人和平表達意見的城市 每年有接近一萬個 這些公眾的集會 公眾的遊行 所以沒有可能說在處理公共衛生的時候 要考慮這些示威的活動 至於在政府對於一些法定機構 或者是諮詢委員會的委任 我們的標準都是用人為財 有人提到甚麼六年任期 或者六個委員會這些指引 而且尤其是六年的任期 是一個上限 方便可以注入新血 並不是一個硬性的指標 而且不是一個下限 所以過去亦都有不少的例子 由於種種的原因 有些委任的議員到期 兩年或者三年任期 到之後是不會作重申委任 我們委任的標準 就是我剛才說過 是用人為財 多謝 下一條 左手邊後排穿西藏的人 我問回昨天有些行家問 鄭岑華 如果中文辦現在 所謂受22條規管底下 如果他公開呼籲 或者表態支持國別候選人 會不會有問題呢 鄭岑華沒有否認過 即是沒有說過不行的 他說任何人都可以表態支持 或者不支持某些人 即是他沒有說過中文辦 那你預示立法會選舉的困難 那個困難會不會 林鄭華 中聯辦呢 在過去20年來 在選舉 在背後那個策劃指點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來的 那它現在就是明顯這樣做 也都是連政府都跪下了 連22條都不理了 那這個就正正是 就是香港人為何九月一定要出來投票的原因 還有Dunis 你一直都承傳你會被DQ 你自己看這些傳聞 你有沒有想過 就是因為那些學者 直接建議 你需要想還是看一些 有沒有這個考慮 就著被DQ的問題 我之前已經要說的事情都說了 那沒有東西補充 我只能夠說就是 作為議員 我會繼續盡責 按照議事規則 這樣去處理一切的立法會的職務 包括是如何主持內會 我都是會繼續按照議事規則 不偏不倚這樣去做下去 那這個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我也都在這裡呼籲民主派 在所有的事上面都要必須要團結 不要在這裡好像捉鬼 或者在這裡搞分裂 其實我們沒有這樣的空間 我真是呼籲所有民主派的同路人 大家團結 大家一條心 一齊去捍衛香港的一國兩制 那這個是很清楚 就著內會其他的問題 我沒有東西再補充了 OK 我也想請教你 你覺不覺得 沒得續任這個敬委會的委員 其實都是政府一個對你的政治的清算 我自己昨天出了一個聲明 我是感到很榮幸 首先是可以和Anna Wu 和Competition Commission 就是敬委會裡面的一班同事 很有質素 很有才華的一班人士 一起去做了兩年 我相信新任的主席Samuel Chan 和新委任的委員 都會繼續他們的職能 繼續做好敬委會的工作 那我不希望我自己一個人的任命與否 是政治化了一個獨立的公營機構 這個是最不理想的 獨立的公營機構應該是 be far away from politics 不應該有任何的政治的考慮在裡面 那所以就著敬委會的事 我是非常開心過去兩年來 有機會參與 是這麼多的 是 對於警衛會不獲俱用那件事 今早林鄭就說 其實六六原則就不是硬性規定 以及政府是用人為才 那你對於他的評論有什麼 我是不是人才呢 這個不是我自己說的 那我相信我自己有其他公職 有這個立法會的這個公職 繼續做下去 最終其實都是要市民 是支持 市民覺得你是人才 他才會是投票給你的 那這個我相信也都希望 政府其實什麼時候才會謙卑來學習 最終是要有人民的授權和支持 才是可以能夠繼續管治香港 我想不擔心這麼多了 去到這個關頭 當一國兩制是被撕破 二十二條又不理的時候 其實民主派還怎會去擔心這些所謂的公職 所以你問我個人來說 有得在不同的範疇 去用自己的能力去服務市民 這個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公職的話 那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其實真的到現在這一刻 我們不會計較這些事情的 你大聲一點 你剛剛委任做法國敬委會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深處 即是無論是林鄭也好 政婦也好 或者Anna也好 他有沒有告訴你 其實從來沒有什麼想法 我只是當時是 我和Anna一起做 因為我是很敬佩Anna的為人 和她的做事的作風 所以我佔同意加入敬委會 我過去那兩年來 我自己是完全看到 一個敬委會是如何發揮作用 在Anna和其他 専門管理的領導下 如何發揮作用 我自己是很開心做了兩年 OK 這個不是我的機招 我先離開 你們問一下 其實我覺得內會這一場的戰役 衍生了很多不同的爭議 我覺得都應該代表公民黨很清楚地跟大家說 內會這場仗打了六個月 而兩辦強硬的聲明其實也是劍指著郭榮鏗 郭榮鏗也很清楚地說了自己的立場 就算有可能被DQ 這個正如用回他自己的說話 這個是他可能 他自己認為最大的光榮 在這樣的前提下 我們是不會有任何退縮 退讓的空間的 而實際上 你現在縮 難道共產黨又會放過你嗎 是吧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清楚地說 而第二點就是 過去漫長的時間 無論是兩辦前還是兩辦後 我不能夠代表民主派 我只能夠代表公民黨清楚地說 我們公民黨在議會裡面 在內會起碼這一場戰役裡面 都是積極發言的 而實際上我們議員加起來 我們是沒有半點鬆懈 我們前後發言超過90次 時間累積六個半小時 我想帶出的是 這個就是公民黨的態度 而這件事是不會因為任何情況 而有所改變 所以與其大家暴風捉影 不如繼續團結 繼續撐住這個內會 我明白選舉越來越近 我也都明白 所謂的消息人士 今天放一個消息 明天放一個消息 會令到大家很不安 我完全理解的 不過我只能夠代表公民黨 說清楚一次 我們是不會退縮的 直至我們能夠頂多久 就得多久 這個就是我們的態度 這個就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會繼續一如既往地 按照議事規則 容許我們的發言權 繼續積極發言 所以這個就是我想清楚 代表公民黨 交代的一件事 OK 除非有其他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